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 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四十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哑义发声 推广中小企业发展 请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我们的远景何在 在川普和贺锦丽刚结束之总统大选辩论会上 发表了对国家未来远景之看法 川普认为美国之再次强大 必须重新走回美国优先之策略 结束全球化政策来重整美国之经济 而贺锦丽却为多数弱势群体描绘出国家美好之未来 在川普的眼中 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充斥着移民泛滥 吃狗肉之不文明国家 只有他才能以铁碗的手段 把这些非法者赶出国门 减少和削弱 美国在世界上担任之警察任务 退出诸多世界组织减轻财政压力 贺锦丽却希望提携弱势群体及小商业 来创造和谐之社会 开出更多福利支票 是否兑现还是未知数 许多主流媒体基本上对川普存在偏见 他们把川普形容为一个不具有道德水准之独裁者 如果他再次当选 美国及世界会出现危机 贺锦丽认为这是一个新时代之开始 在他的领导下 我们会走进一个和谐之社会 老实说这个仍然充满着战乱和不安之世界 已经不是只有美国说了就算 未来无论谁出任总统 主客观之环境